HELLO 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美洲藍壇 然後這一個禮拜因為 PLASTIC那邊的聯賽其實已經結束了 那這樣我們就一整集都會帶為大家帶來集中討論 現在進行著如火如荼的NBA介護賽 上週其實我們有跟大家回顧到富家賽 那可惜的就是勇士就是被淘汰出去的 那在富家賽擊敗金州勇士的孟非斯這個灰熊 一開就是對到第一名聯盟老大哥尤塔爵士 第一場比賽是有給我們帶來一些驚喜 那這一支年輕的這個灰熊 目前就是系列賽是打成1比1 Jolaine你對這支年輕的這個灰熊隊有什麼看法 其實講真的我越來越喜歡這支年輕的灰熊 因為雖然之前我們一直說擔心他們是都會不會說 因為年輕的關係 所以缺乏季後賽的一些經驗怎麼樣的 但是打下來我們都可以看到就是這些年輕 像尤其是Jal Moran這些年輕球員 你看他們真的是可以接管比賽了 像今天你看Jal Moran一個人47分破了對死記錄 季後賽的單場對死記錄 Dylan Brooks他也有23分大概 其實他們都發揮的不錯 而且尤其是今天在落後的情況下 追回來差一點就可以逆轉戰局 但是因為今天 因為爵士他們的王牌回來了 Donovan Mitchell他回來了 所以真的有不同 只是說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灰熊 像以前的灰熊 我們看到像有Tony Allen的那個時期的灰熊 我們都說是grind grind and grind 就是一直磨到你死了 就是跟你磨 但是現在這隻年輕的灰熊 他們跟grind and grind那邊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他們就是不放棄 就我喜歡他們這種不放棄的精神 可能是就是年輕也就沒什麼好怕的 nothing to lose的那種態度 就是我打就是了 我就去打就是了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 像加姆蘭他剛剛進聯盟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這個球員 現在現在他慢慢提升他的層次 我覺得真的很棒 像另外一邊東區的那邊的 那個Trey Young也是一樣 就是這些年輕球員 我覺得現在這個季後賽真的 其實今年的季後賽 除了籃網還有76人那個系列 可能熱火的那個系列也是沒什麼懸念之外 其他的尤其是西部的全部都是有懸念的 那個對決 我非常喜歡 大亂鬥西部 而且今年比去年跟增添比賽的變數就是因為 幾乎我們看到好像今天紐約對這個老鷹 我幾乎滿場紐約 對15000我看賽後的報道說是15000名球迷可以進場 真的是氣氛完全不一樣的 你看主場主場的優勢就完全 對你看下半場 下半場紐約他們反撲的時候 那些球每進一球那些球迷真的是歡呼的那些聲音 對球員來說就是那種最佳第六人 這全場15000名觀眾就是為你打氣的那種氣氛真的不一樣 忍了一年啊 終於可以進場看球了 對應該是對各隊來講說 我覺得會很難會有像去年那種變數 因為主客場之間的沒有太大差別 另外我倒是想想這個灰熊的Moran 我希望他就是收住來打了 因為今天的比賽他有很多次就是嘗試要進去裡面包扣 那其中有一球是給法國鐵塔蓋下來 會很害怕說因為他的本本本來就比較瘦弱一點 對那如果有一個不小心就是就希望不會出現這個 呃這種場景啊 膝蓋啊或者是什麼什麼肌肉拉伤的話 他這一種爆發力的這種打法 呃看起來他比全盛時期的這個John Ward 看起來速度還要更快 而且那種變相 我覺得最積極的一點是 嗯他呃這個Valentunis 之前在猛龍就可有可無的這種啊 就打二十幾分鐘 這個賽季時期的大爆發 雙二十低造了很多新的記錄 好的球員就是除了自己可以打出絕佳的表現之外 另外還可以帶動到其他的隊友 我覺得John Ward這一點是做的不錯啦 你看Valentunis在灰熊 呃可以算是打出他生涯裡面最佳表現的一個賽季 嗯我覺得呃體系吧就是可能一些球 一個球隊的體系 然後還有他身邊球員的那個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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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说他们的打球的智商 球伤都比较高了 所以他可以侧应 也可以在低位 这些球员可能比较适合 Yankins教练的体系 所以他的发挥比他在 Raptors的时候好很多 另外我们忽略了一个人 就是久违的Mike Conley 今天20分15个助攻 太稳了 15个助攻是他的生涯的最高 其实今天你看 即使是Michelle回来 因为他的上升时间受到限制 就是打了25 26分钟左右而已 但是已经拿了25分 一开始就有投进几个三分球 其实他自己也很想回到比赛当中 所以我其实今天看到的是 除了Michelle之外 其他人也有贡献 就是他们的多点开花 就是展现了他们在常规赛时候的 那个进攻效率 你看今天Joe Ingalls Rudy Gobert 还有Bogdanovic 还有Conley 这些球员他们四个 全部都提供到火力的资源 除了Michelle以外 这支灰熊队比起跟你刚刚讲的之前的 有Mark Gasol 还有Randolph Tony Allen 还有Mike Conley的那个年代 看起来他们得分爆发力 确实是目前处于联盟顶级水平 因为他们第三节攻进了43分 也就是第三节的疯狂的进攻的表现 一度让他们就是把那个比分追进 那回到主场 我觉得如果 由他觉得是在防守这边 还是这样大意的话 会不会有可能 这一个两场比赛在惠熊队主场进行 还有可能会丢掉一场比赛 你认为呢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因为如果以照像由他 他们现在大比分领先之后 有一点松懈的那种反应来看 可能在回到惠熊的主场之后 如果他们的没有改善这一点 可能真的是会出事了 但是我们又看回来说 像今天这场比赛 是怎么说 是他们第一次的阵容完整 因为第一场Mitchell没有打 然后来到这场Mitchell只是打了25分钟 26分钟左右 然后我接下去 他们就是Mitchell的上升时间 慢慢会加强 就是会增加 所以我觉得像爵士 他们接下来也应该会慢慢更加进步 因为人齐了 人齐了就慢慢有回 找回之前的常规赛的那种 那种chemistry 就如果他们可以发挥正常的话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 另外西部有一个比较令人关注的 就是排名第二跟排名第七的 凤凰城太阳跟洛杉矶湖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命水 你看Chris Paul 今天第二轮的比赛就下半场就受伤 就好像可能也老了的关系 虽然顶替他的Cameron Payne 就是有也是非常杰出跟出色的发挥 不过少了Chris Paul 这一场比赛就在第二轮的第二场的比赛里面 就是胡人逐渐发挥出他们的内线的优势 上一轮全场的篮板是输给太阳队 不过这一轮他们就成功重新取得他们在进取的优势 你怎么看这个系列赛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一直认为说洛杉矶湖人要过关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比分会是大比分会是4比2或者是4比3 普遍的球屏或是球迷都认为说凤凰城太阳 就是很难因为经验不足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像刚才你提到的CP3 他的肩膀的受伤真的影响会很大 如果他接下来不能正常的发挥的话 那太阳的要出现的机会就比较渺亡了 你看像昨天的那场比赛 即使他们落后 但是靠着Cameron那个Pain的表现 他们最后还是反超了 最后大概5分钟左右反超一分了 我们说如果那个时候有CP3在场的话 以他的控制比赛的能力来说 就是我说一个健康的CP3 如果有他在场上的话 我觉得那个胜利可能 那个结局可能会不一样 因为有他在那边控制局面 那你胡人要反扑 也可能没有这么容易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反超之后 7-4本来已经上来了 但是就是后来他们 你看Devon Booker一直被报价 一直被重点照顾 那他们到最后是基本上那个进攻 都打不出什么东西来 反而是那个最后时间的时候 Ad和Lebron两个人 两个超级巨星接管比赛 收下比赛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如果CP3 他的肩膀 他的尤其是右肩 因为如果你说左肩的话可能还好 但是因为是右肩 他根本有时候传球投球那种东西 你看他第二战的时候他出手很少 大概只出手了6次而已 下半场他才打了7分多钟左右 所以我如果接下去CP3他打不上的话 我觉得太阳是很难有机会了 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经验丰富的老将 而且控求那个视野经验那么丰富的去控制那个局面 你少了这个CP3真的我觉得蛮难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至少太阳不像我们所想象中那么容易击败 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他们缺乏经验什么 但是两场打下来 其实胡仁也是进出一身冷汗的 嗯 对至少在呃 这个后卫 至少在呃 对付到这个Daron Booker的防守上面呢 看起来还并是并不是做的那么好 嗯 然后另外这个Aton在内线他呃 归为状元啦 那他一开始赛季出的时候是表现其实并不是很好 不过这两场比赛看起来其实呃 胡仁过多的这个包夹这个Daron Booker 他造成说这个Aton其实在内线的机会是蛮多 这个系列赛如果太阳不想要那么快就缴械投降的话 我看呃他们几个车移像这个呃 Prowder好像打的也不是很好 可能是在对位上面对到这个呃 James啊 或者是他们另外一个反手的夯将 如果我觉得认为 要更大的限制呃 LeBron James 呃 因为他发挥是 的确是一关的稳定啦 不过Anthony Davis 摆脱第一场的这个低迷啊 那第二场他在 第四阶最后末端的时候的一个很关键的这个防守 就是体现到Anthony Davis的这个价值哦 攻防两段他其实都自己也是主宰 在场上命运的一个球员 对呃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会蛮好看的 应该可能是会有可能是会打到最后 不过希望CP3可以赶快回到场上 对啊明明明明天就第三站了嘛 对好看了这个 接下来我都会在 好像 Chris Paul好像就是有这个命 好像之前之前在火箭的时候也是 也对到对到胡人的时候也是受伤 对对到这个勇士的时候 对对到勇士的时候也是受伤 第六战受伤 第七战打不到 呃 就是也是非常可惜 之前他在这个呃 快艇的时候快船啊 嗯 也是有过一个记录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进到这个西角 希望他赶快 在商与回归嗯 然后带领这个太阳就是可以打出一场好球 不过毕竟经验传承这个东西 我觉得呃即便他受伤啊在板登席上面 我觉得他还是能够呃 帮这些年轻的这些球员的呃 带来一些更好的季后赛的经验的一个验手了 然后其然后太阳 如果CP3不能打的话 除了配音之外其他球员其实都要 都要挺身的出来狂一波 不然的话 嗯 你很难去呃对抗 胡人那边的双巨头 嗯 还有一个在西部算是也比较焦灼的 就是托荒者跟丹佛金块 这个系列其实也是很好看 其中我要点名一个球员 就是表现好像不温不火 因为其实为了交易他丹佛金块 其实是付出蛮多代价 讲的就是跟灌篮王始终没有缘分的 Aaron Gordon 看起来他交易他其实是想要更进一层楼 不过看起来现在Aaron Gordon的跟 在季后赛因为例行赛的时候 他跟Jokic的配合也是蛮好 整个金块的内线 就是崇敬他有很多跟Jokic的无球的配合 不过季后赛对到Portland就好像被锁死了 这一项技能 不过第二战他的表现其实还不错 他也有投进了一两个三分球 其实我觉得相比第一战 他在第二战的表现是有进步的 不然的话你看第二战的时候 这个Damian Lillard他投风了 真的是 什么哪里的位置三分他都敢投 而且投进了就是班场就8个 那种疯狂的进攻就是当然上半场尽快 也是有Jokic在撑场也是拿了二十几分 但是像第二战的时候 他有身边的一些球员在给提供资源 比如说像Campasso 像Portor Juniors 像Aaron Gordon还有甚至老将Milsap 他在板凳上面都有贡献 所以才可以这么艰难的去拿下这场比赛 你Lillard一封起来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压得住他 所以说现在一比一其实接下来打回到去Portland的主场的话 其实可能我觉得有可能也是一人拿一场 真的有了也是一人拿一场 对于怎样守住Lillard好像尽快没有什么太大办法 对因为在后场方面 因为自从Murray他受伤之后 在后场的match up里面 就是后场我们讲对比后场的实力的话 其实是Portland更占据优势的 因为他们有双枪 有Lillard还有CJ McCallum 你再加一个Norman Powell这些 其实他们的后场实力是比尽快好很多的 主要因为尽快他 Murray没有办法上场的话 其实对Portland的防守的后卫的防守的压力小很多 对因为 幸好他们还是有一个Jokic在撑住 其实Jokic他在对Portland的时候 我们看第一场之后 第一场Portland赢了之后 那个Jokic他也是有讲过 他们的策略就是单防 他们就说OK你Jokic肯定可以拿分 但是Jokic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能力就是他的策印 他的助攻 他们不想Jokic可以带动其他球员 所以他们不包夹就是单防让你拿分 但是我们锁死他身边的人 但是第一场做的不错 但是第二场可能效果没那么好 因为Jokic他身边其他刚才我提到的那些球员都有提供了一些 火力的资源 对提供了一些资源 所以最后还是拿下这场胜利 所以我们继续看第三站 Portland会不会继续这样以单防的方式去切断Jokic跟其他球员的 其他队友的联系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接下来他们会怎样去应对 这两年的变化 好像那些外籍球员在NBA现在越来越占据重要的 这个角色 你看这个当副金块的当家的核心Jokic 你看他的表现其实我认为 我认为尽管第一场比赛他们输去的话 不第一场你看回去输去的话 看看整场的表现Jokic还是一贯的稳定 而且是那种打了十几二十年的那种老将的心态 不急不许在落后的时候 另外一个年纪轻轻就两次入选全明星 我讲的就是独行侠的Donchic 这一个系列赛就是我让人觉得蛮意外的 我自己也是觉得很意外的 就是竟然可以在快船的主场 连续两场都拿下这个比赛 然后独行侠里面还有一个欧洲球员 Pozingis 整个赛季也是中规中矩 不过这一场比赛就真的是发挥他在内线的优势 其实我们那天我才在Facebook那边写了 我们说 Clippers他千选万选以为选到一个好吃的 以为选到Dallas是好打的 因为他们想避开另外一遍的 结果就在主场连续两场踢铁板 然后说他们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找不到一个有效的防守Donchic的一个策略 我们可以看两场比赛他们都是在用不同的方法 有报夹 有走下面就是防pick and roll的时候 有不同的方法 但是问题是我们也看到 Clippers在防守沟通方面 好像出现了问题 不是好像是绝对是出现了问题 因为有时候应该换的时候没有换 不应该换的时候他们去换 然后有时候换的慢 然后Zubart一直成为打点 他当每次如果我们球迷可以看的话 就是每次随手就是Zubart守谁 Donchic就会叫谁上来挡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一直换的 Clippers他一直换防 所以一换就是Donchic对Zubart 然后就是这样打他 意思是step back three step back three 不然的话就是切进去分球 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快挺是很快完蛋 如果他们再不果断一点说 OK怎样去用谁去防 那个Donchic要怎样去防 决定一个简单一点的东西吗 不然的话其实球队可能会乱的 到底要换还是不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有一些回答是 有Leonard以为要换 但是Patrick Beverly没有换 还是就要讲有时候Beverly想换 但是Leonard没有换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Leonard去做 就是要有对方 pick and roll的时候 他跑走下面 他走下面的话 你就是像Donchic这种射手 我们都知道你走射手的话 Pick and roll你不能走下面 你不可以go under 你go under的话就是他轻松出手 因为你本身你的center 已经是drop的那个位置 就是已经是下沉下退的那个位置 你在go under的话就是空空的 让他出手投了 所以这些是他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不然的话真的是很快搞不好真的被横扫 也有可能 因为你接下来两场是会去到Dallas的主场 而且这场比赛Leonard真的是使劲 我觉得他应该是出尽全力了 得了四十几分 对对41分 41分就上半场就一开赛就进攻端 就打得很坚决 就是完全就是舍我取谁的那种打法 三十分在上半场拿 另外一个Paul George看起来就好像 打球好像有一点 就这个赛季看起来好像不是在他绝佳的状态 可能跟上一期我们有提到他的那个 古迹谁的这个伤势是有关系的 看起来他真的是防守端又好像 不像是以前他的那种防守的能力 然后另外这个小牛其实上一期节目 我本来就想要拿出来讨论的 就是小牛对上现在目前有一堆这种 我们叫就是毫不起眼的 你看他们正宗就是主要的轮换球员 包括这个Danny Fanny Smith 嗯 这个Claver 然后德国的这个大前锋 还有Marjanovic Boban啊 最大的很高的那个巨人 还有跟Niccolo Malley 哎这些是这四个球员是Undraff啊 嗯 就是呃算是捡回来的那种 然后对里面最高的顺位现在目前是Donchis啊 排这第一轮第三顺位 那呃其他的球员像Colinstein是第一轮第六顺位 嗯 那你其实看起来 剩下的球员除了Tray Books之外 其他全不是二轮秀 就是一堆有人套中国讲的这个屌丝队 嗯 一整队里面都是一群屌丝 然后竟然可以打到呃这个快船啊 这2比0的领先啊 当然希望说快船能够及时做些调整啊 不然真的是哎我认为他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这个席人就会面临重组啊 就请肯定会有个席人会出走吗 达勒现在基本上是好像我们说的一个旧船 一个旧全家 自己把球交在Donchis的手就可以了 然后他就是Luca Magic 他就是会变莫属就是不然他不是传球就是自己得分 对他每很多时候他可以那种no look pass 或者那种好像慢动作的切进去 然后Eurostep上篮或者说那种慢慢吞吞的 这种切进去之后传球助攻的 他身边就是其实我们呃今天我就看到一个数据说 其实呃Dallas他们在常规赛的时候是一个三分呃 不三分的效率是很差相当不是水准至上的那些球队 我忘记了那个数据是什么呃但是肯定不是那种顶尖的 相反的那个 Clippers他的他们的三分的那个效率是最高的 反而在这个系列赛前两场打下来 Dallas的外线是开开火就是火力全开 嗯尤其是Tim Hardaway Jr. 他都是好像射风了一样 嗯这两这两战投进呢忽然间命中率高到差不多超过五成 嗯反而是Clippers他们自己这个优势完全没有了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落差很大 其实也是他们可能我觉得也是他们呃现在0比2落落后的一个 一个呃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打没有打出 有没有可能是心态的问题嗯就是呃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打法是很蛮奇怪的 嗯很很跳脱的那种打法你看速度又不是很快 嗯又不是运球那种很handling ball handling 嗯像carry erving这种他脚步刺死你 嗯就他的脚步的运用真的是太灵活了 然后现在正宗里面其实你讲快船哦呃能够守住 不要讲能够守住东西啊至少能限制他的在防守上面 你看beveli或者是regio rando这些其实在防单兵的这个防守作战上面 其实他们有这个能力或者是能够给予这个 这个poor george或者是呃 carry laner的一些资源我看起来觉得好像完全没有办法 做不到因为那个升高升高的那个升高和力量的差别 因为你如果你记得的话呃第一战那个donchich吃掉那个beveli之后 他曾经标垃圾化就是讲讲出口的就是用f字头的讲他他妈的太小了 嗯 就是因为一个六尺十呃 donchich大概有六尺八九十吧 嗯 他说你用一个patrick呃beveli来防我真的是 就是他就说你这太小了吧 不用beveli防他用其他人防他结果结果应该也是一样了 因为reggio jackson也是限制不了他 不过如果在根据有一些统计嘛呃第一战之后的一个统计就是说呃防donchich最有效率的是battum嗯 嗯 但是battum他是打后补嘛 所以现在就有人说可能呃 clippers他可以做的就是tyron luke他可以做的就是第一就是你把呃 呃 nickelos呃 battum掉回上去先发 你就撤下去zuba 因为你zuba一在场 你就是成为打点的 嗯 donchich就是追着你来打就是就是要找那个mismatch来打zuba 嗯啊所以能够守住就是可以可以在那个能力在在力量身体对抗身高那个力量那边可以跟donchich去对抗的可能应该是leonard和battum两个人就是可能他们两个人需要分担更多的那个呃去防守donchich的责任 只是说有有之前第一站之后有一些网友就是开玩笑嘛就是说呃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人家说呃为什么不不不放kerville lanard去守donchich 因为都kerville lanard是那个最佳防守球员呃拿过很多次的最佳防守球员你为什么不放你最好的防守球员去去防这个donchich呃呃然后呃呃鲁长老他就这样他就说呃呃呃you get what you want啊就是you get what you wish for 然后就是他说第二站可能他会让kerville去守donchich但是有球迷他就说这个是开玩笑的嘛因为每次他们的策略就是换换防嘛 很简单你即使如果是kerville守我的话我叫一个人上来挡就他们就换防了换防的话我就变不是变成kerville守我其实就很很很容易就破解但是所以刚才我开一开始就说tyron loo他要开始去去想到底是哪一个是真正可以呃呃限制住donchich的发挥的一个防守策略或者说如果你决定是要这样防的话那你就要观测始终 就是你的球员所有人都要清楚这个指示你要是怎样做不然的话如果你一出现那个呃communication的breakdown你就会那个donchich是不会留守了他看到空空档他就会出手了嗯所以这个系列他打到目前为止他们的三分还是呃准薪是高于立行赛干领的期待了对因为他的射程就是在三分几尺以外 他都可以投了嗯所以如果你你给他一点空档他就出手了他没有理你的嘛所以我说你快艇啊快船你要决定说你要怎样守就大家去自行他不然的话太过混乱大家到最后一直一直那个defensive breakdown的话就很麻烦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有 有有人有提出的就是呃那个Luke Kennett没有出过场嗯这个应该Herald应该是会继续在推特上面嘲笑这个clippers啊 所以当初就是不要给他他只是要求两年合约吗两年只给他两年一千八百万嗯那不要就签了这个四年六千四百万这个Luke Kennett 对啊不知道快船到底在干什么啊你给你给了这个Luke Kennett六千多万的一个四年六千多万的薪水但是他在这个CDSI 零零啊他的上升时间是零那说不过去就是难道他真的是这么 没有用吗嗯他的那个呃空球他的三分应该对球队都有一些帮助吧嗯啊可能会会不会是 Tiren Luke觉得哎他是一个防守的黑洞会可能会被被对手针对来打他 但是有黑洞啊大家都是黑洞啊这两场比赛你变成你现在Zubak也不是一样是黑洞对不对 所以这可能他在阵容上包括在防守的那个策略还有在阵容上他都应该要做出调整不然的话你再输一场基本上就是拜拜了 因为我补充一点啊我觉得心态是有一点问题的快船就是在对累这个我觉得心态是问题的因为你看整个两场的比赛我都有看了两场比赛就是觉得很明显是对呃 短期是无忌无忌可施的那种就不管怎样而且也我觉得他们策略上面就是还是就是换防以换防为主了嗯然后也没有想到其他的角色球员像哈德威啊 Fanny Smith这些的三分投的投的那么准然后作为一支这样比如说他总教练Tiren Luke也是有带过其实打总决赛对吧那Paul George也是呃 呃还有人叫他playoffp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那这些都是沙场的老虎将嘛对不对然后很明显刚刚我提到的就是这个顺位嘛就一堆屌丝这个小牛哎这个独行侠他们看起来是没有办法那种哎我觉得心态或多或多或少真的是有有一种呃就是吃饱卖包啊有宅有宅这样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可能就是 就是像刚才你说的他身边东西身边的都是那些屌丝嘛他他们可能就是ok有时候有时候他们都是通常都是会去像赌博一样的就是我赌你的其他人不准 因为常规赛的数据告诉我 Dallas他不是一个三分呃很很厉害的一个球队嘛嗯所以我只要呃限制住你这个东西你就说或者说把球呃呃 迫使那个东西把球呃传出去的时候那我就赌你其他人不准但是没有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两场打下来他身边的人都准尤其是Tim Hardaway Jr呃呃那你就可能你不能再这样顽固下去了就是你要调整调整一下就是怎样去怎样去呃去解决这些问题不然的话就是真的是拜拜嗯很有可能啊这个我觉得心态 如果不改变不纠正的话回到达拉斯的主场也是两场的这个苦战对好呃接下来真的是要看另外一个比较有看头的match out就在东部了公路队到这个呃热火嗯好像有球迷入场的这个季后赛好像 迷阿密就有有有有有一个球员的就是有被点名外外媒是点名他就是这个bam otherbio拿到大合约之后这个赛季就目前就这两场比赛来看的话真的是有点呃呃呃就是走样啊嗯 我觉得也是心态的问题这个这个match up因为呃呃很明显看到这个字母哥呃呃在很坚决啊打到两连续两场比赛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呃呃重点人物就是也要提的就是middleton啊middleton就是呃表现的一贯的稳定另外我觉得公路今年就是很呃很有可能走杀进这个东部的这个决赛 因为他队里面有一个常常会被忽略的那其实是后备的防守里面跟整个蹲位啊都是非常占据有时的就是这个呃Holiday对啊Holiday这个这名球员对呃公路不管是在后场的防守啊进攻啊嗯哦都非常的重要虽然数据上面没有很好的表现出来不过如果你有看球的话呃Holiday的这个呃整个除了掌控之外在防守上面我觉得他是将公路的这个 比赛啊啊跟这个比赛啊啊跟这个表现啊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啊对你提到Holiday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PJ Tucker嗯对就是呃这个是我在看到那个Charles Barkley他有讲到了我蛮我很同意他他所说的他就说在这个公路这个呃赵金Drew Holiday还有这个PJ Tucker之后就他们这两个人带来的是那个 呃呃心态上就是在Mentality那一方面呃让公路更加强强弄啊我们说那个那个韧劲啊嗯就有时候有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一个球队在Mentat在那个Mentat toughness啊不够强啊就是很容易就是在关键时刻就是掉链子啊或者说在高压的情况下就会崩溃那种啊但是这两个球员就是那种啊 呃心态心理数字很强硬的那种球员所以他们两个在对球队里面我觉得我觉得在公路那边呃Charles Barkley就说了就是在改变这个球队的一些呃那个文化就是他们球队的心理数字都有提升我觉得我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有时候这些东西呃我们看不到因为你说Mentality或者说那个Mentat toughness的东西是无形的我们看不到 但是往往在这种关键时刻在这种高压压力很大的一些比赛的时候尤其像季后赛这种压力很大的比赛的时候你就可以体现出来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有一些球像像Clippers这种球队我们有时候可以说哎像你刚才就讲了心态方面可能他们的就是Mentality toughness就是哎为什么就是好像一点点东西就挫折就那个球队的气氛好像就很沉的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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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但是现在 像Drew Holiday还有呃PJ Tucker两个人进来就我们我们就像PJ Tucker他在呃Houston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呃他在美国对国家对训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就是那种Energy呃防守身即使他只有六尺六的身高他去打中风不吸体力的那种对他就是不吸体力的那种就是很强硬的那种球员Drew Holiday一样他就是那种防守防到你他就是即使我的数据或者说我的得分拿不到什么很高分 但是他在那个防守方面他就是消耗你的体力那种那种很黏的那种防守的就是他们在这些层面去给公路带来一些呃不同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有机会呃去打进去东区的决赛嗯因为热火嗯这样热火我觉得蛮失望的像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在Bubble的时候的那个发挥嗯那但是呃 呃进进进了这个赛季呃之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打的发呃在常规赛的时候好像发挥都不太好嘛嗯后来就是Jimmy Butler这些球员慢慢有发挥的时候就成绩就回升但是现在进到来这个季后赛第一轮的前面两场我们看Jimmy Butler好像没什么表现像你刚才说到的Oderbio也被点名嗯嗯这两个是他热火的 呃呃灵魂啊如果他们两个不step up的话真的是没机会了真的我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再不step up的话肯定被很少很少嗯嗯嗯所以今年这个这个赛季他们是目前是全员到齐那种Gondragic啊嗯还加上Ariza还有这个Egodala这两名防守见兵啊嗯呃也也也看得出了啊就是第二场这个比赛输的那么难看也是因为真的是 公路太准了啊第一第二节就是射爆了那个Brain Forbes哇哇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啊就是没有想到就忽然间这样跳出来啊这个也是呃属于马刺系的这种打法咯因为我们也知道呃呃公路的这个主教练以前是Bobovich的这个主教啊那Bob也是前马刺的这个球员呃某种程度是代替代替了这个马刺继续在这个季后赛发狂发热 不过对对呃呃呃就像刚刚我提到呢呃呃快船的这个这个这种心态上就是嗯我们看他上一个赛季对到这个这个Jogic的这个这个这个丹佛琴快啊也是对Jogic是无计可施的那种啊嗯很快就心态崩盘然后就直接被打爬了这个熊公呃热火就不一样热火因为他们呃全队上面还是有一个Jimmy Butler这个精神领袖了对我们都说我们都说呃热火是一只很很有韧性的 那个球队嘛在Bubble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他们也是那种不放弃的就是拼到最后的那种我们看到像总决赛的时候那个Butler是拼到差不多要呃呃虚拖的那种呃呃态度我但是在这一次前面两战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对那种一夫当官的那种歧视嗯嗯就是很快一下子就被打爬了那种呃然后就 就难以翻身的那种感觉你看不到好像是有翻身的机会的那那种感觉嗯所以我说如果这两个灵灵魂人物热火的这两个灵魂人物他们在接下来gamegame3game4他们还不step up的话肯定被横扫嗯哇你用横扫这个字啊嗯如果你看前面两场的那个那个表现的话真的嗯他们不step up的话就是被横扫 很少的因为你不可能指望Duncan Robinson或者说TilerHero这些这些球员来拯救你你的两个灵魂人物都打的这么这么没有呃在水平之下的话那就真的很难哦嗯嗯这个公路这个系列我觉得很少呃可能还是有一些悬念啦不过蓝网跟76人真的是很有可能很少对手了因为这个看起来对尤其是蓝网那边 对蓝网那边应该没有太大的悬念啦那边根本就是啊一边倒了那战具像第二第二场比赛那个你看到如果当Joe Harris之前我们讲我们讲那个呃介绍蓝网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了你三具头以外还有第四个option是Joe Harris的话嗯你真的连连因为像game2的时候连Joe Harris他也也着火 那你真的是没得打你怎么怎么守啊根本没得守啊哎这只蓝网我都令令我感觉比较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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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可以让不一样的时候 像Durian也是缺席蛮多场比赛 Kerry Alvin也是用了很多种莫名其妙的理由 就没有来打球赛 回到这边我们看到磨合的时间那么短 篮网还是可以照他们个人天赋来打爆对手 而且有点值得注意的就是 James Harden好像是没有拿出他的权力的那种 很多时候是James Harden是在等 Kerry Alvin下场的时候就由他来带球队 我觉得像这些这么有天赋的球员 其实如果我们自己打球的话 我们其实也可以感觉得到的 如果你跟一些很能打的球员 就是会打球的球员 你其实不需要太多的那种什么磨合那种 你就大概知道因为大家都会打球的话 就很容易接上那个channel 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轮到我去接管比赛 或者说什么时候轮到你去接管比赛 这种他们应该三句头就已经有一个公式 说OK什么时候你来 什么时候我来 什么时候他来 而且你看Steve Nash的调兵剪将那边 那个轮换也是可以看到是他们不一定要三个一起上 很多时候就是Harden带着2nd unit 在KD和Kerry Alvin在休息的时候 Harden带着一班2nd unit去打 到关键时刻的时候就是三句头一起上 这种轮换就是对他们来说可能已经慢慢加清就熟了 就是我知道我什么时候应该挺身的出 然后什么时候他应该挺身的出 或者说看到哪一个match up 是对我有利的我就打 对哪一个match up对他有利的让他打 这种就是你有这样的超级巨星在手的话就很简单 其他队员等着接球投就好了 像Joe Harris 我就埋伏在外线 你总不差Joe Harris是打过美国国家队的 我觉得跟整个也是拿过三分王 对啊防守上面态度 还有跟呃跟现在的这个三句头这个是颇为融合了 嗯啊还有你再加上一个Jeff Green Jeff Green这些沙场老将都 他们都知道要怎样打球了 所以嗯 你说很简单了 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没什么难度 就是可能还没有真正遇到挑战了 因为你Boston少了一个Jalen Brown真的差很远 嗯 呃能够阻止蓝往前进我看就只有伤病而已啊 因为如果如无意外的话第二轮呃他们将会就 东部的这个半局上应该是会堆到公路啊 对那一个才是真正的一场苦战啊 因为两队看起来真的是实力比较接近 对那个时候他们就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如果他们要呃去坚持那个总冠军的话 他们就是要先过就是你要过掉公路还有那个76人那一关啊 那应该就有很大的希望了嗯 因为76人在另外一边基本上今天我们看他们赢那个无师也是没什么也没什么呃意外嘛嗯 因为实力相差蛮大的这个对战组合应该这个对战组合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啊 包括就是我们进入第二轮对纽约的跟老鹰的这个胜者之间应该他们也是除了在内线之外他们全队的这个综合实力应该都是要过关是没有太大问题啊 对对对对因为像我那个wizards他们只有bradley bill一个在抢分在投球怎么拿分也没用 因为你那个westbrook我们都知道他虽然可以呃那个大三元制造器啊什么的 但是他缺乏外线嘛因为像今天看呃wizards的外线基本上都是呃熄火了嘛嗯 所以你你外线熄火现在其实蛮难打的你 因为你的内线又不占据优势嗯 这这一轮蛮难的我觉得奇才嗯完蛋了可能应该也是很少啊嗯 还有另外一个看点就是在纽约跟这个老鹰Tray Young第一场赢了 投进这个关键自胜球嗯啊是做个动作啊就是叫 宇宙的球迷下到一 bri第二场比赛当他们纽约逆转成功之后 他是有被球迷讲了一些垃圾话我不懂他回到主场会不会反弹不过 哎成如我们三个礼拜的这个呃呃猜测的确是蛮好看的这个 对像老英Nix对决 今天我看了其实蛮精彩的 因为我们都看到上半场 落后一路落后十几二十分 然后我们都觉得 纽约就是以前那种软蛋 就是这么多年以来 被人笑的那种软蛋 结果下半场他们就反弹了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场比赛 Derek Rose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因为如果不是他上半场一直在撑住 我看可能Nix已经被打爆了 因为一开始上半场的时候 老英的命中率是蛮高的 进攻效率是蛮高的 这个标凤玫瑰一次又一次 就是切进去中距离 这种一直在撑住 等到下半场他们终于是反扑回来 你怎么看了这个系列赛 我觉得可能这个系列赛 真的有可能会打到去第七战 因为如果这样去打 因为我觉得都势均力敌 势均力敌真的是有得打 没有意外啦 不过希望大家多关注这两支球队 因为队里面尤其是我觉得 像Julius Randall好像跟迪伯都很来电一下 他完美的适应到现在目前这支纽约的打法 替他值得高兴了 因为他以前也是胡人的一名猛将 对因为今天我刚刚就是中午的时候 我也是看了一篇文章 ESPN的一篇文章 讲他跟David Dole的东西的关系 就是我觉得他找到他的伯乐 因为据说纽约的总管 他们上任之后 因为新的总管Leon Rose 还有另外一个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他们上任的时候 他们就有问过Randall 就是你需要什么 就是你需要怎样去改造这支球队 因为Randall是球队里面的王牌 他就问你需要什么 Randall就说我需要一个 可以push我的教练 可以让我提升的教练 结果他们就是请了David Dole进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David Dole 他是那种很严格的教练 他就是那种 他会一直push你 甚至有些人觉得 他有时候是push过度 甚至像我们都说 他用人是很保守 就是用过度 有时候我们说用人用过度的那种 但是他就是很多人 很多跟过他的球员 像Derek Rose Hakim Noah Touch Gibson这种 这种很tough的球员 他都喜欢David Dole了 他们这种tough的 很tough的球员 他们会喜欢David Dole 因为可能是星星下去 因为他们喜欢这些 会push自己的教练 然后这些教练 coachDavid Dole 他也很喜欢Randall 就是因为Randall 他会去自动自发 他很想去练 很想去学 会付出100%的努力 去提升自己 那他就说 这种就是我喜欢的球员 所以大家就是很click的 所以现在就是 如果我怎么说 如果没有David Dole 大家持续的这个 关注我们美洲栏谈 那一样呼吁 可以去到Spotify 或者是各大这个 Podcast这个平台 就听我们节目 或者是到我们官方的 面子书 或者是到我们的 YouTube这个Channel 这个礼拜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个礼拜 我们继续为你 关注这个MBA的 这个季后赛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